我問一下兩位 你們覺得目前的房地產景氣 到底好不好 好像感覺有點回溫了 看房的人多了 對 那個市場去年 大家來說是一個解凍 為什麼說是解凍 如果以去年的成交凍數的話 是26.6萬 其實比前一年 2016年成長了8% 他想說不是房價往下修 結果就成交量出來了 成交量出來 到底出來在什麼地方 我們很仔細的去幫大家推敲 這上次呈現一個M型化 什麼叫M型化 如果2億元以上的豪宅 去年成長了7% 也賣得不錯 對 賣得不錯 但是1千萬以下的 尤其是500萬以下的 賣得更好 賣得下下降 所以他告訴你什麼 現在就是我們先豪宅 我們買不起 所以我們不要看 但我們看的是 我們可能買得起的 現在有幾個市場的趨勢 就是第一個低總價 再來就是低頻數 再來另外一個就是說 低於市場的行情 叫做3D 尤其我們來仔細來跟大家推敲 剛才主持人講到就是說 2017年我們用這個貸款 貸款的話你就買房子 你就一定要貸款 貸款的話我們就去分析說 到底是哪些人去貸款 我們後來發現到說 你看 如果你看 年所未滿60萬以上的 有38% 也就是說去年的買物組裡面的話 38%是這些人 他們的樣本數有多少 5.6萬 也就是說事實上他們的薪水是 他們家庭的收入可能不到60萬 但是他還是這樣去買房 但他貸款的話 他一定買的就是比較小坪數 你看年收入這麼低 另外一個 60到100萬的話 他大概是佔所有有效樣本 中間的30% 也就告訴你是 去年的買房的主力來說的話 他的年收入 尤其是這個兩個相加起來 大概已經是接近7成 他的年收入可能是不到百萬的 你看年收入不到百萬的話 那就不要告訴你什麼意思 他一定賣的就是買的就是小房子 所以去年為什麼 這個房地產整個景氣會好 因為小房子賣的 非常非常好的一個狀況 如果按照這個 房中業者的一個統計來看的話 扣除掉雙北市 雙北市以外的地方 他們購屋的平均的一個 價格代表的話 總價大約是在800萬左右 對 沒錯 雙北市我在猜 就是雙北的話 應該是新北市 大約就是在1000萬上下 那我問一下市聰 就是說這樣子的一個房屋購屋的 一個總價來看的話 這個價格代的話 是不是一般的 這所謂的雙新家族 可以負擔得了 對 如果以台中的話 是有可能負擔得了 因為我們都有一個說法就是說 你買房子的時候 當然你要第一個 頭期款這個付下去 第二個就是說 希望你的這個繳利息 或是不要超過你的所得的1% 如果用這樣去算的話 如果未滿60萬 如果你1%的話 一年大概用20萬去繳你的房貸 我覺得那在中南部是負擔得起 但是你說在北部負擔得起 負擔不起 為什麼 因為如果以 我們之前有一個統計數字 就是台北市 雙北市的話 如果我們家計 以平均房價來看的話 你大概一個月要繳了 你的所得中間的50%到60% 你要去繳房貸 如果你買房子的話 平均房價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統計數字 我認為說很多都是在中南部 買得非常多 我們舉個例子 因為建商也很厲害 他一定聞到市場的氣氛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去年很多的台中市 或是南部推出的建安都是什麼 單戶多套房 什麼叫做單戶多套房 也就是說他可能就是一戶裡面 他原本設計是 可能要給一個小家庭 但後來發現他說 糟糕 我用小家庭 我賣不出去 那我知道改變設計 改變設計就是裡面 有非常多的套房 這樣子是第一個 我可以如果有投資 這個要投資的話 我願意給人家投資 再來就是說我可以把它切割成很小的部分 賣出去 意思是同一個門牌嗎 對 同一個門牌 同一個門牌 或是同一戶裡面 然後他把它切割或是把它隔開 這樣一個狀況 你可以看到 包括說在台中過去的台中車站這邊 還有這個彈子加工區 這邊有很多這個做港阿朗 還有八旗衝畫區等等 很多都是這樣 但如果我們仔細再去分的話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我們知道中南部的話 很多現在投資客也慢慢出現 為什麼投資客敢出現 因為價格低 我舉個例子 像台中市 台中市有很多知名的商圈 像逢甲商圈 一中商圈這些 這些商圈的話 裡面的學生非常多 還有東海商圈 學生很多 學生很多的話 那種小套房一戶的話 你少說可以租給他5000到8000 5000到8000的話 如果你台中市的那種小套房 有了一間房子不到100萬 不到100萬 你5000到8000 你的投資率是5% 那算很高 很高 所以為什麼他們要推出這樣房子 因為第一個 很多如果年輕族群買不起的話 你如果願意跟人家一起來 買這種小套房的話 可以買 另外一個就是投資客 他也會願意去買 所以這種台中市的單戶多套房 為什麼會興起 就是因為這樣的趨勢已經出現了 這樣子是不是看起來的話 那個所謂的單戶多套房的話 它的伸縮空間變大了 就變成進可供 退可守 對 我如果負擔不起 這個所謂的貸款的話 我其實把其他間把它拿去出租 來養這個房子的話 基本上是合理的 也是可以的 而且剛剛講投報率5% 你知道放銀行現在是負利率 對 負利率 對 實際算負利率 銀行的投報率 這個所謂的定存利率是1%多 但是我們的CPI是1%多 所以的確是實質負利率 所以對這些年輕人來講 為什麼他會願意去買這種 百萬的套房 第一個 我住進去 如果我真的要自住的話 小家庭兩個人去住也OK 對不對 好 另外一個就是 我如果把它當成是一個投資工具 這是一種非常好的投資工具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中南部的話市區的套房 大概都是在100到180萬左右 所以他們就願意進去買 那為什麼這個價格 為什麼他們願意進去買 因為說實在 我們看到這個房價 又在往下揪 很奇怪 這種小套房它反而不跌 它反而還略為往上揚升 那大家想說為什麼會這麼奇怪 因為你用投報率來看 它投報率是5% 投報率 你這個投報率是5%的 跟投報率是1%的 請問你會先砍哪一個 你會先砍投報率1%的 所以高房價反而 高單價反而往下跌 但是這種低單價它的投資價值 就出現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過去如果我們統計一下 過去5年的時間裡面 政府打房的結果之後 它反而是房價往下修 但是房屋的租金再往上漲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很奇怪的狀況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 包括說什麼租賃專法什麼 都要求說你房東一定要 讓你的房客去報稅 所以這些很多的 這個所謂過去的費用裡面 它會反映到房租上面 所以房租是不斷的在往上漲 所以我請問兩個專家好了 你會買一個房租再往上漲的 還是會買一個房租再往下跌的 當然是往上漲 對 所以反而是在中南部 反而是這種小套房 百萬級的套房 現在是大家搶著要 不過剛剛世聰有特別提到 就是說台中地區 尤其是在這個學區附近的話 他們的租金行情 以及投報率非常的高 我們給各位來看一下 台中大學附近的話 學區的套房的投報率 總價大約是在100到180萬 寒陽台以及 大部分是在6到9坪左右 但是它的租金的話 大約是在5000到8圈 投報率大約是在5% 這會不會是在台中 那北部地區的學區的話 它的投報率有那麼高嗎 北部地區投報率來講 相對是沒有那麼高 其實來講越南部來講 投報率是越高 但這5%多其實還是算少的 是因為最近房價漲了 不然來講 你其實現在比如說想成大 然後再往南部那些熊大 這個基本上都還有6% 7%都有 但是現在房價漲 不然以前還有8% 9%都有 現在還有在漲嗎 現在跌下去的話 應該是更高的吧 不是 我說最近這10年 已經漲很多了 不然以前的 就是說這種投資學生套房 是非常穩賺不便宜 而且它的 因為租金套房 套房的租金大概就是 你不可能太便宜 你隨便也都有4 5千 可是你想 現在還是4 5千 可是房價已經漲很多了 你看看 未來的房價還是很多 像台北來講的話 相對 因為房價就是比較高 但是租金其實就是一樣 學生能夠負擔 大概就是5千 8千 就大概在這左右 所以租金相對就是比較低一點 像我們有三個大學 像淡大 府大 北大 它總價其實來講 都大概在這個範圍左右 淡大是比較便宜 100多萬到300多萬 所以它其實 它的租金投報相對也比較高 對 然後你越都市的 其實就越少 像府大來講 它的投報大概3點多 北大其實 也是在講三峽 北大 其實照道理來講 它不應該投報 對 但是因為那邊的房價 因為那邊也算是一個 滿好的一個投報區 新興社區 規劃是確實滿不錯的 所以它的投報是相對是這樣 那府大為什麼還 也可以這麼高 是因為它其實旁邊不只是租學生 它其實有時候 因為它旁邊有一些工業區 其實工業區 認識一些工業人 上班族 租金其實也滿負得其的 所以大概越北部 越都會區 其實租金投報相對都是比較低的 執行長會比較擔心的就是說 我做了這樣一個投資的話 它雖然是低總價 我能夠門檻是非常的低的 但是問題是說 我買來了以後 我即便有那個投報率 但是我要轉手的時候 它會出現困難 它接手的意願的話 可能就不會那麼高 會不會有這種狀況 就我自己養了很多很多的 小套房這樣子 但是我轉手轉不出去 幸好是養套房 怕你講養小三 是套房 套房絕對沒有問題 你不用怕被套住 過去以前像這種什麼兩房一房 其實我們在看來是票房毒藥 可是現在不景氣 然後現在只能打房打成這樣 其實反而是這種一房兩房 反而是現在市場上的明星產品 因為這樣最近也有統計 所以這個百萬 去年來講大概七成以下 都是這種年收入在百萬以下的 那這邊買什麼 就是買這種一房兩房 對 這種就是基本上 你看製備款 比如說300萬 300萬它製備 套房層數沒有那麼高 可能大概七成或六成 你看它三成大概90萬 90萬它就可以先擁有一間 自己的房子 再加上現在目前的房貸率率很低 所以它租其實非常好 你看100 如果說它是貸210來講的話 它一個月繳起來 其實很便宜 還滿輕鬆的 這大概1000多塊的利息而已 對啊 你如果兩年的 兩年的寬限期 前面兩年大概都是1000多塊 然後現在的貸款的年限的話 也增加了30年了 所以現在手購組來講 雖然說景氣不好 到底有沒有人在買 還是有 就是這些手購組 反正便宜來講 其實基本上 就是這些手購組 還是非常的可以接受的